民宅二樓发生火警 消防队员将火势扑灭 进入屋内搜索 消防队员破坏大门进入客厅 利用泡沫扑灭火势 在厨房发现一名男子 趴坡在地上 紧急将他送离急救 部分应该是男性 男性应该是有60岁以上的年龄 大概60多岁 金融市消防局在二号下午三点半 接获民众报案 明德二路一栋民宅二楼窜出火蛇 火势全面燃烧 消防队员在二楼救出88岁张姓老翁 而住在四楼的一对母女 被救下楼之后 也因为吸入过多的浓烟 感到身体不适 随机被救护车送往医院救治 我在睡觉我不知道 我们车车车车给他说 说锡票那小区就走啦 用泡沫直接公司火点 那我们看到现场的部分 大概是在客厅 整个把玻璃都烧破 整个农烟跟火事都串出 一万倍我们是用优势景欲去压制 那再争一线 用两线的1-7去做妙儿供给跟防护 那推进到那距离客厅的部分 我发觉到有人员倒卧 那我们就马上跟他救出 那呈现握靠 我们就是立即给他CPR AED的部分 做急救 那由救护车后送救医 那至于其他的楼层 三楼部分 一开始说有老人有受困 那我们一一去厘清都有派 三楼跟四楼的部分 都有派人员进入自治搜索 老翁送医之后 伤众宣告不治 母女则没有生命危险 至于真正起火原因 仍有待监视人员进一步调查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